2019年9月 三男一女涉嫌在私家車和WhatsApp群組上 商討破壞屯門興鐵站 涉案三名男子早前被裁定村謀刑事損壞罪罪成 在區域法院被判監18個月 被判囚的三名被告 包括26歲眼鏡銷售員李君浩 27歲報稱無業的張遵偉 26歲市場策劃人李懷恩 辯方求情時指 被告李君浩受到社會氣氛影響激動之下犯案 事件中無人受傷 並非預先策劃的行動 無號召或煽動其他人行動 與被告的性格不符 被告張遵偉在求情信中指 自己當時年少無知 受社會和貧貝影響犯案 不會重犯 被告李懷恩得到司長家仁讚揚做事認真 事件已令他負上沉重的代價 法官姚芬至判刑時指 本案嚴重之處是在社會事件背景下發生 各人計劃破壞輕鐵站 破壞公共秩序和社會安寧 對市民造成不便 若非警方及早折查各人 各人已破壞站內的閘機 雖然被告計劃在凌晨時間進行破壞 但亦會對早上班上學的市民造成影響 遙官又說 各人帶備士巴勒等工具 視察環境及計劃逃走路線 涉及六條路線的三十部閘機 三人共同行私 罪責相同 遙官決定以兩年為兩型起點 考慮到在破壞發生前 三人已被警方截查阻止 他們亦在庭上同意不少案情 截散法庭時間 所以判處各人監禁18個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